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问,所有人都说要做内容营销。我也请了专门的人来负责写文章,但是没有看到有什么效果。我写的文章比以前多得多了,为什么现在依然看不到任何效果?这些听起来都那么熟悉。很有可能你忽略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先做策略,后做事情。 盲目的写没有任何定位和目的的文章。无论你写多少文章,都不会实现你所期望的结果。要理解这个事情非常简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投篮的动作。如果把你的眼睛蒙上,或者你自己并无意识留意篮球架在哪里,那么我们的投篮就是盲目的。 即使我们最终的目标也是将球送进篮球框,但是有八九都投不中。如果我们想在内容营销上取得成功,则需要先确定我们的目标,然后再针对这个目标制定相关的执行策略。 国际上一个SEO资深专家给出了一个贴切的定义。 内容营销策略是一种通过发布、维护、传播频繁并且一致的,可以教育、娱乐、激发陌生人变成粉丝,并将粉丝变成客户的策划方案。 再高浓度概括一下。 内容营销就是不断创造能将陌生人转化为客户的高质量文章。 注意其中的重点,将陌生人转化为客户。 这是内容营销策略的核心。 这需要大量资源吧。 不用担心,你不需要大量的资源也可以做得到。 你甚至即使是一个小团队,甚至是一个人也可以在内容营销方面取得成功。 这并不是吹牛逼,RF给出了自己的成功案例。 在过去的四年里,RF的营销团队成功地利用博客营销, 实现流量几倍增长,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竞争对手。 RF也是用心良苦,特别把公司的平均收益率增长曲线拿出来做对比。 数据表明,RF的流量增长跟财务增长成正相关。 RF的策略很简单。 在内容创造的过程中,我们专注于搜索引擎优化。 这样每当我们在Google搜索关键词的时候,就会显示我们的文章。 如图所示。 这样,每当陌生人搜索到了我们的文章信息并且对他感兴趣的时候, 他们自然就会对我们的RF工具产生了兴趣。 于是很快就成为了我们的购买用户。 感觉不错吧? 这可没让你每个月交广告费哦。 这是免费的SEO流量。 下面我们会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做到它。 还记得上面的截图吧? 由于RF做的是SEO工具。 因此,SEO教程这些相关关键词的排名对于我们来说很有用。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RF这个产品直接作为解决方案写在文章里。 像木质雕塑这样的关键词,即使我排名第一, 对于我们来说也毫无意义。 那么,我们怎样才找到应该围绕哪些主题来写文章呢? 必须做关键词研究。 这虽然不是整个内容营销最酷的环节, 但它是最关键的一步。 这一步错了,整篇文章都错了。 在做其他事情之前, 我们必须弄清楚哪些关键词。 哪些问题会引起我们的目标客户的兴趣。 这一步将能够引领整个内容营销策略。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类似什么是SEO? 如何做好外链之类的关键词。 那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这些关键词呢? 找到你的细分市场相关的关键词。 然后你可以得到非常多的相关关键词。 这个工具也可以用来研究YouTube。 只需要在前面选择YouTube就可以了。 方法二, 找竞争对手用了哪些关键词。 RF中, 选择网站分析, 输入竞争对手网址, 选择Top Pages。 这里默认, 按自然, SEO流量大小排名, 罗列了所有竞争对手网站最流量比较大的网页。 换句话讲, 你拿到了竞争对手网站做的最好的文章清单, 包括那些竞争对手流量比较大的关键词。 我们拿到了很多关键词, 但它太多了。 我们不可能一次性用这么多。 这一步是要删减我们要做的关键词清单, 只保留最适合的。 理想状态下, 我们选择的关键词最好能同时符合, 流量比较大。 对我们来讲, 有商业价值, 低竞争度。 A, 低竞争度。 如果你从零开始做内容营销, 没有高权重的网站。 这一点特别重要, 因为在强对手面前, 我们赢的机会很小。 想象一下, 你跟乔丹一起比投篮, 你还想比下去吗? 这绝对是我们要避免的情况。 在RFs里, 我们很容易确定某个关键词的竞争度。 你只需要在RFs Keywords Explorer的搜索结果中, 设置KD关键词难度, 把0至10的过滤出来。 它们就是相对容易的。 如果你经验比较丰富, 当然可放松到你认为的数字。 难度最大是100, 从0到100。 B.关键词搜索量。 关键词竞争度比较低, 我们比较容易拿到好的排名。 但如果关键词搜索量很低, 那也没什么用。 从长远来说, 你觉得你更喜欢写什么样的文章, 1万个人感兴趣的主题, 还是10个人感兴趣的主题。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排名靠前的网页, 每月大概可以获得多少SEO自然流量。 如果你也能挤到钱时, 你也可以获得这么多流量。 重复输入不同的关键词, 我们去掉那些低流量的关键词。 C.识别关键词的商业价值。 很多人会在这里犯错, 不管你写的文章多好, 写了多少文章, 如果文章中没有展示出你的产品或价值, 那么你做的不是内容营销, 你做的只是内容。 所以,查看剩下的关键词清单, 思考一下它的商业价值。 在解决用户搜索关键词背后的问题时, 你的产品有多重要? 我们建议以分数形式 给关键词标注一下商业价值。 三分, 我们产品是可以解决这个关键词问题的, 并且不可替代。 两分, 我们产品是可以解决这个关键词问题的, 但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必须的。 一分, 我们的产品偶尔会被人想起来, 但大多是因为品牌效应, 他们并没想要购买。 零分, 对我们的产品销售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只专注于做二至三分的关键词, 永远不做零分的关键词。 你可以照上面的方法修改自己的评分机制, 但一定要保证写的内容中自然提到你的产品或服务是如何帮用户解决问题的。 其实做视频营销也是类似的。 上一步我们已经缩小了主题关键词清单, 现在我们需要围绕这些关键词来创造内容。 推达画 escre下方向系列批击时uter支持下方向来说 feat.